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你这个节目叫第三个世界 对 而且嘉宁老师他前面预告了半天 为什么最后变成不是两个世界了 我看他现在已经满脸都黑线吧 想说我前面那么努力 帮你们造势布局 结果你们整个大转弯这样 对啊 怎么回事呢 凯宇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 就是我们原本这一档节目 的确我们一直以来企划就叫两个世界 然后我们要接档心理小学堂 所以呢 如果你原本是一直听小学堂的朋友 这时候你到我们原本的podcast的频道 发现怎么变成是凯旋而归 你没有走错 对 而且呢 这个我们本来就是要做一个新节目 接档心理小学堂的 但只是呢 原本我在规划这个新节目的时候 大家花点耐心听我公告啦 我最刚开始我是觉得 因为开头是心理小学堂 是谈这个可能心理学各个学派 在助人工作里面的运用 对 也得到大家很大的欢迎 那我就觉得 是不是要跨出舒适区一点 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谈心理学 尤其我在研究所 接触跟念的很多是 超个人心理学 白话文就是 心理学讨论的范畴 比较是我们意识到的范畴 顶多碰到一些可能潜意识等等的 而超个人心理学 不仅是碰触潜意识 它还碰触更多的是 比如说超越个人之外的 比如说像我们有听过 自我实现的理论 在上一层就叫做自我超越 是 它可能对于这个世界 有更大的关怀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想 这个东西要怎么讲呢 如果我拿我以前研究所 那些超个人心理学的东西 跟大家讲 大家应该听了昏沉一片 是 要不然就以为加入了邪教 有没有 就说一句 所以我就觉得要有一个媒介 所以我就回想 我当年接触超个人心理学 我可能接触了很多 身心灵的书 或者是一些身心灵跟 现实世界结合的书 甚至于上了一些课 比如说像当和尚遇上钻石 踏上心灵幽禁 近乎佛教徒 或者是像 有一系列的书叫做 不逃避的智慧 配马秋拙 这一类的 好像狂喜之后 着火之乐 你只光听这一类书 是不是都很厉害 真的都很高大上 对 这一类书真的很棒 然后 但是它真的很不好懂 对啊 然后我当年读了很有感 一直走过千三位万水 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岁 再过几年要五十岁 我觉得是时候 要跟大家分享 好 结果 等等 当我把这些经典陪读的概念 去做整理 要把它变成是 所以刚开始 我其实是想做经典陪读 可是我们内部讨论 觉得这太重了 too heavy 我也认同 什么内部讨论 我们两个就已经录了两集了 不是啊 我说经典陪读的部分 你说录了两集 是后来我们录两个世界录了两集 我觉得too heavy 那我就觉得 不行 可能要转换一下 直接跟大家讲那些经典书 第一个不是每个人都看过 第二个看过 不是每个人都懂 有没有 懂的人也不需要听了 对对对对 对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嘛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 好 那我们转换一下 变两个世界 所以才有两个世界 我们处理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 生命当中 面对很多事情都有 小天使 小恶魔 这种两难的困境 到底要先照顾面包 还是照顾爱情 对啊 之类的嘛 这个是指感情跟现实的 抉择 对 那我们选工作 何尝不是如此 是啊 理想跟实际的抉择 真的很多纠结 对啊 包含像什么 像我自己 年过了中年 那因为我爸妈 比较早生我 所以我比一般人 平均数来说 更早的要面对 父母亲临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 医疗处域 应该是你爸妈 比较晚生你啦 所以你会比一般人更早 哦 所以我刚刚说 你更早 好 没关系 还好你有纠正 对 所以我比一般人更 年纪更小的时候 就要面对 父母亲临终的抉择 嗯 所以这些都是难 这些都是 他根本没有标准答案 而且人生没有如果 啊 如果你当下 有一点后悔等等 他也没办法 时光倒流 是啊 就算时光倒流 你换另外一个选择 也不一定会有 更好的结果 就像我们看电影 那个蝴蝶效应一样 哦 所以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两个世界太棒了 处理大家的两难 那我相信 大家也都很期待 对啊 结果 结果 我们很认真 我们很认真 写了很多手稿 对不对 对啊 我们做了超多功课 还一直开会 对 然后很开心的 录了两集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为了 准备两个世界 我准备了那一叠手稿 比我做 这样讲也不太对啦 就他大概就是 他的质量 大概跟我要做 一门新的线商课程 差不多 嗯 你会让我想问你说 请问邱先生 你什么时候要去考博士呢 哈哈哈哈 我没有这个意愿 没有这个意图 所以那时候很兴奋 我觉得哇 准备了我们就录 就录了两集 那我跟宜璇就很认真嘛 嗯哦 他录了两集 我们都会先做一些 内部的视听跟回馈 对 结果到了内部回馈的时候 这个你来讲好了 哦 内部回馈的时候啊 那天下午 我记得 阳光何时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种编剧 讨厌就讨厌这 每次都今天弄一个场景 然后来一个大转弯 对 就阳光何时 但是我听同仁们的回馈 越听心越沉这样子 但其实大家也不是说不好听 但他就是觉得 我们两个好像两个老师 在那边聊讲座 有一点太重了 哦 对啊 我不知道宜璇 自己的主观世界怎样啦 但我自己的主观认为就是 当我太想要讲一件事 嗯 当我太想要传递一个观念 那个太 大家写一下那个太 嗯 太是不是就大 然后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我觉得凡事要适可而止 嗯 当大多了一点 太 他就超过了 嗯 他就会 我们很多同事就说 哇 这个内容真的干货超多的 但是有一个辛苦 就是半小时的内容 平均每天五分钟就要暂停 喘一口气 然后想一想 嗯 然后比机会来不及做 对啊 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想 这是我们制作节目的初衷吗 非常好 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内部讨论 因为嘉玲是内容部的总监 是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关键问句 对 那个问句就是 开语 你想要透过这个节目 你最想要跟谁说话 对啊 他帮你聚焦了我们制作节目的初心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突然之间 我就倒抽一口气 嗯 对我要对谁说话 这是一个我们做任何的产品 或节目 一个基本的ABC嘛 对 然后我那一刻突然就有一个声音 撞进我心里 嗯 因为我从最早的经典陪读 到后来两个世界 它其实背后都有一个 共同的核心叫做 现在的我 走过了一些人生的历练 有了一些体会 然后我回想当年那个稚嫩的我 哦 那个迷惘的我 嗯 那个手足无措的我 但好想要活得好的我 嗯 我从现在一个将近50岁的人 回头跟那25岁的我 好好的说说话 哦 然后我就突然蹦出一句 好诗意的话 嗯 我说 我想要给25岁的自己 一封情书 真的 我的妈呀 真的 好肉麻哦 你那一刻其实还蛮有魅力的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哦 然后确实你这样子的一句话 也引起我们内部的共鸣嘛 对 大家就觉得很好啊 对 然后后来你们是不是就写 就是说我呈现出来的那些特质啊 什么 我第一次从你们的嘴巴里面听出来就是 其实凯宇你先前做转运战 你有一种 那个温柔 而且又强大 对 对 哦这我人生火到现在第一次有人这样形容我 嗯嗯 因为强大很容易理解嘛 嗯 但温柔的部分 哎呦 温柔跟强大听起来是很冲突的两个特质 对 但是他在你身上并存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就想要 就是开语可不可以这个节目也多一点那个特质 对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嗯 我相信 而且我觉得哇 当大家这样给我回馈的时候 我好感动 嗯嗯 因为这不就是当年25岁的我最期待的被对待的方法 对啊 对啊 对 因为如果给我跟我说话的人他不够强大 其实有时候就跟一般聊天一样不痛不痒 对 但他如果不温柔的话 你们白都没送啊 对啊 没送就没想要听了嘛 对 就再对都没有用啊 可是说实在的一点 我们那时候就只有觉得这个东西很感动 嗯 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对于新节目啊 要怎么弄 其实也是一片空白耶 真的 就没个底耶 真的 嗯 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有这样的回馈之后啊 我那些原本的企划手挂 我刻意把它冰在我的柜子里 嗯 冰了一个礼拜 嗯 然后我都 先不要看它 我都没有拿出来看 嗯 然后我原本录了那两集 我也没有拿出来听 嗯 但是呢 我没有放弃这件事 是 如果放弃你今天就听不到这个 对啊 我们就没有这个新节目了 对 我只是在心中去沉淀 回到那个最 最根本的初心 如果我们想要跟 一个 不要说25岁的我自己啦 因为 嗯 那只能代表我 好 如果我们能够跟任何 人在生命处境里 觉得现在有迷惘 嗯 因为你看我们面对迷惘的时候 其实 那件 迷惘的事自于我们 我们在他面前 其实就是个年轻人嘛 对啊 好 我们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嘛 嗯 我们就是个手足无措的存在嘛 嗯 那这个时候 呃 我希望 或者是我希望我怎么被对待 嗯 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待他 嗯 所以我只沉淀沉淀的呢 就沉淀到最后 我们就做了一个 很大的决定 对 叫做 真的 蛮勇敢的 就是凯玉就跟我说 我们就不排除 就杀了自己的宝贝 对 我们就砍掉重变 对 对 我们就把原本 不管是两个世界 经典陪读这些 通通放掉 全部砍掉 嗯 甚至于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要走的内容形式 我们要呈现什么样的感受给大家 嗯 我们都全部推倒 嗯 全部推倒重来 对 所以就到了这边之后呢 那我们就在想 如果其实一直用两个世界 这个节目的话 还是会限制我们的思考 对 没错 对 结果有一天呢 我就在 我就睡完午觉之后 嗯 然后 那一天正好是在我们决定 要重新企划这个节目的 好像前一天 前一天 对 我们决定企划这个节目 我们有约定一个时间要开会嘛 对 在前一天 嗯 你就发讯息给我 超好笑 对 我就说 诶 凯玉啊 我们要不要干脆这个名字 这个节目的新名称 就叫做凯玄而归 嗯 然后他就说 诶 没败呢 然后我就说 哈 你先不要那么快认同我 我还有两个白烂的版本 好 来你给大家白烂一下 有一个白烂的版本 叫做 我本来想说 那可不 那凯玄而归如果成立的话 其实凯玄当归也不错 如果是当归的话 我们节目的主管就是 我们怎么样提供那个 活血止痛的良方 给各位听众嘛 对对对 我现在 我看到这个题目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要学一下 中医这样子 什么经络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你望文问却也很行啊 也对哦 也没有不行啊 有一门课 叫做高难度对话 望文问却嘛 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白烂的版本 就说凯玄海归 嗯 就是欧姑的姑 哈哈 不是啦 海归其实是要引玉 就是我觉得 我跟凯玉都是 人生时区比较慢的人 对 然后我们就是自己 都是磕磕绊绊绊的 从人生的大海上去 冲浪冒险 可是我们想要传给 传达给大家 就是我们都还是可以 平安的归来 对对 我觉得宜玄想到这个 意向好极力哦 不管是凯玄而归 就我们的正式版本嘛 凯玄而归 还是凯玄当归 还是凯玄海归 我觉得都好极力哦 对 而且尤其是 你看嘛 凯玄 其实我们两个的名字 都很正向耶 都很开心耶 凯本来就有开心 得胜的意味 玄呢 有没有 玄它可以说是一个旋律 它可以是一个 很优美的 很柔软的 但是它 那个优美跟柔软 我们说旋律 它不是背景耶 嗯 有没有 它是既可以放在背景 又可以放在前景 对啊 它就是 超棒 可以变成主题曲的 对 OK 而且我那个时候看到 宜玄给我的这个 这个 他说他做梦梦到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对了 因为 难道 我原本想的 想要 想要 传递给大家的 或者是后来 沉淀出来的 叫做跟25岁的 自己的情书 嗯 难道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吗 嗯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名字之后 我突然 突然脑子就跳出一句话 叫做苦口婆心 好可怕哦 苦口婆心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对 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前面经典陪读 跟两个世界 那个基调 我在那边讲一下 好 我们两个世界前两集 事录的 我们并没有删掉 对对对 有机会 有机会 看看怎么弄 对比一下 就是 我觉得前面我们的计划 那个 为什么我说那个太 就是大又多了一点 嗯 就是 你知道当大多了一点的时候 是不是会变苦口婆心 你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从小 那个 那个我们的父母亲长辈 嗯 对我们苦口婆心 对啊 当然就现在的我们 我们会感谢 嗯 但就当下的我们 其实很烦 对 没想要听啊 对 那我回想我自己 当初做这些计划 好像就会变那个 苦口婆心 就是我 小心坐到长辈的位置 没错 就算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对 嗯 但是会让人烦 OK 那就是对没有用 OK 而且呢 在我自己生命经验 我发现 那些苦口婆心 我后来认为他对 可是事实上 我也错过了当下改变的契机 嗯哼 嗯哼 那你看是不是就双杀 嗯 有没有 身为苦口婆心的人 没有得到理解 嗯 没有 他说对的东西 并没有造成改变 而需要 那些内容的人 他因为当下不接受 回到他人生的本位 是不是又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其实你现在这一刻 就已经在对你25岁的自己 传送情书啦 对啊 嗯 对啊 当年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 业务主管 有没有 OK 虽然还是个小矛头 嗯 摄氏卫生 啥都不懂 嗯 但是在面对自己的业务同仁的时候 也常常太过苦口婆心 好啦 还好 真的 我们现在 找到了我们新的基调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凯旋而归 有没有 嗯 符合费曼法则 费曼法则 这个你不知道 对 这个是我刚刚开录之前 我我我查的 好 因为我一直记得有一句话 他的概念就是 凡是你要用最简单的话讲出来 才能证明你懂 嗯 那我后来发现这个出处就是 呃 美国一个物理学家 他已经过世了 嗯 叫理查费曼 OK 他的一句名言叫做 如果你不能以简单的方式 解释一个概念 那么你可能没有真正的了解他 嗯 然后后来大家说 这叫费曼法则 OK 你检查自己是不是真的懂一件事 就看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 就是 嘉玲啊 你们常常说 我很很很会做神回复嘛 对啊 啊 一句话的修炼 对 一句话讲到位 讲到位 嗯 对 所以我希望凯旋而归能带给大家这个部分 好啊 那我觉得在跟凯宇讲这个新节目计划的时候 你对于归这个字景 非常非常的勇敢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好 就是 那一天啊 你不是说你想要这个节目 是不是可以凯旋而归 嗯 那我突然有个灵感 那归这个字 它在词典里面的 就字典里面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OK 现在要不要进入 登登登登登登登 我本来想说你讲一半的时候 我在吐槽 真的好 真的好 好 对不起我破梗了 大家先有心理准备哦 对 我真的还去查了哦 归这个字呢 它有很多解释 好像有八个 但我觉得前六个就已经非常够了 嗯 其实你看哦 我们原本会以为 比如说像 不管是经典陪读 两个世界 我们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探索嘛 这边讲快一点啊 对 那我们都以为这个生命的探索 是那种出发冒险 但其实你不觉得 就像你出去旅游 人家说旅游是什么 就是离开自己活逆的地方 去看别人活逆的地方 对对对 对对 你跟学员在FB上对话超好笑 对 但你唯有真的去看了别人活得逆的地方 你才会真正的回头认识你原本的地方 对啊 所以有时候出去旅游出去看 其实是为了更认识自己 OK 所以生命有时候是出发探险 但其实所有的探险都是为了回家 嗯 所以归本身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当然 然后在词典里面它有六个意思 我很快地帮大家带过 好 第一个叫返回 嗯 比如说我们说归国嘛 嗯嗯 对不对 对 归来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返回 它回到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就要了解什么是我的 叫做本质 对 对我们遇到很多困扰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会迷路 是因为我们没有先确定 什么是自己的嘛 对啊 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 对啊 我们常会管太宽 对不对 住海边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还给 比如说归还 嗯 完毕归照 嗯 还给 嗯 那还给这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解释是 那什么不是我的 刚刚是什么是我的 嗯 而什么不是我 不是我的要还给他 对啊 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议题 要还给他们啊 是 我朋友我再怎么在乎他 那那是他的问题 我没办法帮他主要还给他 还有大家人际上互动 最痛苦的就是 到底什么情绪是他的 对 什么情绪是我的 对 所以我为这个 比如说前面讲本质 这个我就觉得是一种认识 嗯 你要认识他是什么 这样 然后第三个解释叫做 趋向跟集中 嗯 比如说众望所归 哦 那趋向跟集中 像不像我们生命在很多的 抉择跟探索 你要聚焦啊 哦 聚焦资源 对 哦 聚焦你的注意力啊 对 然后第四个解释叫做 属于 嗯 属于什么 比如说归我管 归你管 哦 这件事归你 这件事归我 是 它其实就是一种责任 对 对 对不对 好 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你要知道那是 是不是自己的责任 嗯 如何负起责任 对 然后再来第五个解释叫做 聚集跟合并 哦 比如说归类 嗯哼 它是不是就有一种整合的概念 对 对对对 这世间我们遇到的事情很多 遇到人很多 你必须要整合 嗯 否则你就会 来什么追什么 你会很累 打地鼠 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恐怖的游戏 叫做地鼠 不会消失 对 而且你越打越快 它越冒出来越痛 除非你把插头拔掉 对不对 好 再来第六个解释 嗯 第二个解释叫做 诶是讲第六个没错 对啊 对啊 我看他自己差点看错 出嫁 叫出嫁 啊 比如说鱼归 嗯 啊 那会归宁 出嫁 但你看哦 出嫁这个意思 虽然我说 它蛮不符合 蛮不符合 现代的性别意识啦 嗯 但是当年的解释 是不是就有一种奉献 对啊 尾身 对对对 有没有 我离开了我原生家庭的脉络 假设我是个女性 嗯 我到了我的夫家 要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 新的环境 对 然后要全身的奉献自己的生命 我离开了我原本的家人 要去跟一群 其实原本不是我家的那种变家人 然后我要为他们贡献 是 这是过去传统的观念 这是很大很大的投入 对 它是一种尾身跟奉献 嗯 而尾身跟奉献 让我想到什么 是什么 它就是自我超越啊 哦 你很会耶你 对啊我超越了我自己 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环境 好 所以你看哦 如果这六个规的解释 它其实是不是就是 我们生命发展的历程 如果没有你讲 我是太没对的 你看哦 像25岁当年的我 或者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迷茫 嗯 刚开始你是不是要认识本质 是啊 什么是自己的 嗯 然后接下来你要能够理清 什么不是我的 什么是别人的 要有这样的认识 嗯 然后接下来这一切理清之后 你要聚焦啊 嗯 聚焦之后你才能扛起责任啊 嗯 有了责任之后 你要把这些经验 去做有效的整合啊 嗯 而最后呢 你愿意不愿意 在你做对了一些事 或得到了一些事情之后 你愿意投身 你愿意尾身 那个叫甘愿 对不对 你愿意奉献给更大的 超越原本自我的 更大的存在 嗯嗯嗯 好 那那样子生命才有意义 不然 说实在 有时候你赚再多的钱 搞到最后变手才弄啊 嗯 没有意义啊 嗯嗯 诶 凯宇我的理解 跟你核对一下 嗯 就是这个什么是我的 什么不是我的 其实他不一定是能够照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的六 五六的顺序 来帮自己厘清 对不对 他也是我们不断的要去 生命探险 冒险 然后去尝试 有了体感之后 可能再要 还要再回头去厘清 对 对 你说的很对 你说的很对 其实我们对生命的任何理解 他 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线性的概念 对 就叫做 我懂了 我不懂 我会了 我不会 答案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这些都叫做线性的概念 是 但其实 如果我回想 当年年轻的我的那些困扰跟辛苦 我觉得正是因为掉入了线性的概念 就飞黑几百嘛 哦 我常常说 我们都当过学生啊 你当学生 有时候会让你学得最深刻的 不是你考试写对的题目 而是写错的题目 它会让你一项深刻 对 因为你写对的题目 就一句话嘛 我常讲的 当你已经有了答案 你就不会再去思考 当你觉得 你已经懂了 你就不会再去深思它 OK 但其实生命所有的议题都是这样 大家只要有过一点点历练 哪怕你没有 好 比如说学骑脚踏车 够早的经验了吧 够早够早 对 但你有没有发现 学骑脚踏车本身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对不对 假设你有持续在骑的话 刚开始你可能是要专注在 踏不动啊 平衡啊 对不对 然后慢慢的能体会到 原来什么叫做骑脚踏车的快乐 什么叫做急速奔驰 什么叫做悠游于乡间 什么叫做大热天底下 我一样要保持前进 什么叫做冷得要死 我要保持我的踏平 这些东西你会发现 都叫骑脚踏车嘛 是啊 但是只有你不断不断的去体验它 你会发现它不同的层次 朋友的交往是不是这样 好啦 我们今天先不要太大碗 对 就是我觉得刚刚提了一下的 还好吧 22分钟 就是那个循环 那个circle 我们接下来会在 对 你再提醒我不要多那么一点 好 我就来当你的刹车匹的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凯旋而归这个节目 就是我会跟凯宇 不断不断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体验 我们的出发跟后来的发现 然后也希望可以陪伴你在你现在人生 充斥的路上 然后让你知道 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好的 你都可能凯旋而归 好的 希望我们凯旋而归这个节目 这样的想法跟出发点 能够带给你更多的陪伴 虽然呢 这是我写给25岁自己的情书 但其实也是写给你的啦 因为毕竟每个人生命都会遇到很多的 选择上面的困难啊 很多的迷惘啊 我不敢说我能够给你答案 但是或许 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 能够带给你一些陪伴 让你在迷惘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相信的 一个可以选择的 一个可以沉淀的地方 是的 好 你怎么样很感动是不是 对 我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了 好 那最后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讯息哦 就是呢 我们全新的线上课程 好好说再见 现在正在第一波的超早鸟优惠 每次讲超早鸟都会咬舌头 优惠是2288哦 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如同今天我们谈凯旋而归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是杀了自己的小孩嘛 把自己过去那些 觉得好像不太合适的 用力过猛的 跟他们说再见 对 我们要迎向一个更好的生命 我们就要能够勇敢的说再见 说再见是为了能够好好的在一起哦 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咯 我们第一波的优惠 一直到5月10号的晚上9点 详细的资讯啊 在我们的节目的说明里 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